这是霸王项羽的至暗时刻 曾经号称百万的储君 征战到现在却只剩两千一百人 不仅如此 外面还有刘邦八十万大军的包围 想要活命 他只能输死一搏 区区两千人马 要突破汉军八十万的重围 生死存亡 在此一局 楚汉之战打了四年 项羽和刘邦一直不分胜负 然而 最后因为项羽的刚愎自由 导致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走掉 如今 更是被昔日他没放在眼里的 跨副韩兴率领八十万汉军包围 面对如此的人数差距 即使是项羽也无计可施 项羽已经做好必死的打算 即使冲不出去 他也要能带一个誓言 可他放不下一只随军出征的爱弃鱼姬 鱼姬一路追随他至此 项羽不愿他和自己一起赴死 趁着夜色的掩护 他偷偷地亲自护送鱼姬和大舅子鱼子亲 让两人先行逃走 背后就是心爱的鱼姬 这更激发了霸王的勇猛 就凭着一把宝剑 项羽就直接杀出了重围 将鱼姬和鱼子七代离出汉军的包围 但是项羽不愿就此离开 一是这愧对他霸王的名声 二是他早就和兄弟们约定好了同身共诵 你们听着本王就是死 你们和三军将士一起战死 绝不会苟且偷生 想到这的霸王项羽 转身就杀回了汉军 他要和弟兄们在一块 即使是一起赴死 但是项羽不曾想得 此次突围 不仅没有将私夫心切的鱼姬送走 更是害得鱼子七被汉军抓到 不仅如此 得知鱼子七擅长楚越的张良 利用鱼子七的信任 学得一首思念故土 并且十分悲伤的楚衣 在夜晚便带着投降的楚军士族高声歌唱 这么一首哀碗悲凉的音乐 直接拨动了楚军思乡的心神 更不用说在汉军的围困下 他们早已鸡肠鹿鹿 二者乡家之下便纷纷逃跑投降 这也导致项羽在点兵的时候 自己的十万大军打到现在只剩两千一百人 这让项羽脸上不仅抹上一抹唏嘘 但是看着眼前没有受过任何赏赐 还如此此心塌地的记忆 项羽也是真的感动 决定明日趁早突围 带着这帮生死弟兄男 现在我不是什么王 你也不是我的臣子 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患难兄弟啊